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会想要直播吃东西 今天吃的是SALADEN 对面一盒巷子 卖的鱼丸面 然后还有一个炸汁 然后刚刚有去SALADEN 买了一些饮料 不是饮料还是牛奶 今天没有拍什么照片 然后 今天都是在录 就是录VLOG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之后上Youtube订阅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 今天有几种 我有特别买了一个 就是我之前有在 那个 不是之前的 今天早上有在Youtube 有 錄了一个影片 就是说 泰国路边炸鸡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把它买来 等下来吃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 面 因为我去晚上真的吃不下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 有去吃了海鲜面 所以 就 没有 买很多很多 就 我也不是千千 没办法吃到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 想这样 好啦 因为其实我旁边有一台相机 是 我有录影 我想说 如果这个 吃这种东西 很北楠的话 也许可以把它上传到Youtube 又可以做一集 这个面呢 有点 已经 有点 已经就是 结在一起了 让我看一下 我还是很喜欢吃 什么要吃去推荐的香氛店 我不知道那间在哪里 因为 我有查了地址 所以 我有点不太清楚 因为好像在公园里面 我希望 甲斯汀可以 私讯我那间香氛店到底在哪里 是 然后今天其实蛮累的 因为今天一到机场 然后 大概中午吧 中午就到 泰国了 然后 呃 今天人非常的多 然后海关又很少 所以出境的时候 就很慢很慢很慢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 到底要 到底要 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有两个小时之后 就 呃 出关 然后才到饭店 我觉得其实今天 一个人去啊 出来旅游的好处啊 就是你可以不用想说 你要配合谁的行程 然后要配合 想要做什么 是要去哪里 就是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棒棒 OK 这面全部都喇咒会啊 我真的很难吃 可是他汤头是好吃的 这一碗才60块 跟那个DJ station 他外面 他外面那个80块 还有70块 比起来 这个算是蛮佛心的 他是给我加一只蚂蚁的料吗 没有看错了 然后搭配7-11 听说是B還有的巧克力牛奶 我怎么没去DJ 因为 今天礼拜四啊 我这个spons去DJ 应该也没有人要搭讪吧 我还是在饭店里面 好好吃东西 比较实际 其实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我真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现场吃应该会更 更好吃 好 好 电量不足 不知道旅游啊 最讨厌什么事情 就是 出来玩了 然后手机还是想公司的事情 就这样 又走一个移图不回了 不幸 吃太久 会不会 影片有点难剪 还有一个订做帽子的也很厉害 我有在instagram上说了一件 一间沙拉店的台中的泰式料理店 蛮好吃的 大家可以去吃 我只来四天 然后 第五天早上就要回去了 吃不完 吃不完 人家天天10分钟可以吃一个像脸盆一样大的面 人家天天天10分钟可以吃一个像脸盆一样大的面 我刚才一小碗我就不行了 高你 你好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直播主 你们想看就看吧 如果你想睡觉就赶快去睡觉吧 因为现在是台湾时间应该已经一点多 快两点了 你转给我 我说不上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 泰国热汤很奇怪就是 它其实很清淡 可是我觉得它超好吃的 而且 汤头就是五味杂陈 可是好吃的那种五味杂陈 我会吃吗 我会吃吗 里面就是一些生菜啊 看一些猪肉 猪肝 拉拉奏会 我搭配炸鸡一起吃好了 我搭配炸鸡一起吃好了 我觉得泰国路边的炸鸡啊 其实打趴台湾 一堆炸鸡店 我真心觉得泰国炸鸡真的没话说 的好吃 啊干 酱打不开 好啊好啊 不给我打开 不想让我吃 是不是 哎呦开了开了开了 它应该是辣酱 那我今天买了小三个小鸡腿肉 然后一个鸡翅 啊两个鸡腿肉一个鸡翅 这样才多少钱 三十块 麦当劳要多少钱 麦当劳小的要死的一个鸡 就是三截翅把它裁成两份 也要三十九块 这样只要三十块 这样加财有点像在吃韩国的那个 的炸鸡 好 它冷掉了 可是 也好吃 我期待 台中的沙拉店会开到台北来 真的好吃耶 冷的也好吃 它不会有一种油腻感 这个东西也是在 我这次阿Den的那个 就是DJ对面的那一条 也是很多小吃的那个巷子买 的头一间 一只十块钱 一只十块钱 我这次住很一般的饭店阿 我这次住那个Jonah C旁边的 一个叫Heritage Hotel 一场饭店 就是一般的商旅 没有很好 可是就是我觉得独立的空间也便宜 可是这边感觉很多同心 噢 咬不开耶 噢 它好贴心 它有附 辣椒粉跟糖包耶 我现在都没发现 然后它的糖尺 它好贴心喔 太好了 太好了 可以喝汤啊 不然我想要看 想要把整碗泡起来 直接喝 那你看一下 王美的炸鸡 燈挑一下 来 手要看这里 是不是很好吃的感觉 我好喜欢泰国的炸鸡喔 然后 我这次去逛Big C的时候啊 我觉得 泰国变好快喔 因为它的整个装潢全部都变了 然后它当然也加了卖古包 什么就是 很多耶 然后 因为我要去办四面佛 所以 我想说那我先不要买 因为我只要买了 我就扛这些东西 我整个心情会很阿胀 我没有办法专心的跟四面佛聊天 然后我就 然后 好 然后再学习去拜拜 然后 回来看我就 欸 Big C好像整个都变了 因为它原本外面是麦当劳 也全部都变了 不然要往里面推 啊不是 应该说麦当劳的位置没有变 它整个入口有移动 然后外面有一个叫 Mini Big C 就是有点像超市那种感觉 而且现在在泰国 机票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先来回油炸 那连价航空 4000多块也有炸 不含行李4000多阿 而且它其实真的很大阿 我觉得我明天睡起来脸已经超壮 真的蛮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本来想要再买个香蕉煎饼 可是因为今天去那条巷子的时候 香蕉煎饼的大树好像已经 没有 不在了 不知道今天没有开摊吧 所以就 没有了 但你们现在这种不睡觉 然后看我啃鸡翅 还是不会觉得很蠢 其实说鸡翅的这个地方不要吃 就是很多抗生素什么大树 对 然后那个地方不要吃 好补充一下 这个遗产饭店 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 它离捷运站 走路 只要两分钟 就到了 对于路斯的人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点 可是我不是路斯啊 我认路蛮强的 我认路蛮强的 然后明天其实我也不是要去哪 明天想去一些咖啡厅 就是一些网美咖啡厅 然后晚上想去烤山路 它里面有放猪肝在里面 猪肉猪肝 完了明天脸一定超重 好 不要在射岸了啦 我没有在射岸 咖啡厅 好明月解决 再来要解决 最后的两只 炸鸡腿 其实我有点饱 嗨 Kao Lin 中东西这边其实也是一个 我觉得蛮 不错的地方 因为附近也有DN的路卡 然后大便Hotel也在附近 在附近 在附近 蛮多东西的 泰国 具体上一次 那是半年才来 我还记得上上一次 一年前我来泰国的时候 我还错过班机 然后 又再多花钱 然后多修一天 还好那时候的主管人很好 就会同意让我 再多一天休假 不然 可能就会滴掉了 对面餐厅是吃什么的啊 因为我朋友史玛一直在说 对面餐厅很好吃 我想我很好奇是对面什么餐厅 我们要求网美史玛特来介绍一下对面餐厅是什么呢 用家那天洗澡 太散了 我知道是哪一间了 我觉得吃炸鸡都没办法很优美人吃 其实在直播的同时 旁边还有一台相机 是要做那个YouTube的遗件 我想说这种废 就是我这么废的在吃一集的晚餐 也许就可以拿来 做一集 现在好懒得录影 那明天我来想一下 要吃什么泰国的东西 来让大家回味啊 所以其实今天 我没有po什么照 我Instagram跟Fastfood都没有po照片 可是今天很忙碌的一整天 因为我一整天都在录那个YouTube的影片 我算蛮认真的今天 可是不知道剪出来又是什么鬼样的 可是不知道剪出来又是什么鬼样的 好啦炸鸡快吃完了 吃完了我就要去睡觉了 一个吃完了 他最后一只 其实泰国路边摊啊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说 会 不好吃或是不干净 因为我都抱持着一个就是 不干不净吃的没病 你没有吃过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来泰国的时候 我一看到路边摊 我立刻买了四串的烤肉串 我就不知道那个好不好吃 我就立刻买了四串 因为要死一起死嘛 所以我就 因为我们四个朋友 然后我就一起 一起吃 可是出乎要 其实路边的东西都蛮好吃的 大吃青木瓜丝 因为直播这边有说 吃青木瓜丝 其实我有点害怕青木瓜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太深了 我今天边走边想明天要吃什么 好了 然后 好啦 就不吃了嘛 就这样啦 吃完了 大家可以早点睡啦 因为这样也是 路了20分钟 20分钟感觉可以剪一集啊 OK 吃完了 好饱 好啦 我知道台湾时间很晚了 大家是不是明天都要上班了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赶快到YouTube去按订阅 或是铃铛 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面前想吃什么东西 就先这样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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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